現在海運的運價 超級貴的開始飆漲了 現在全世界都在搶一個港口 這是位在哪裡 智利的某一個港口 現在超級夯的 變成了全球航運的熱點了 更上演在這邊的是 美中的港口戰爭 我要先請教仁俊哥了 現在海運的價格真的很貴 為什麼 而且你知道海運這個東西 以前大家講說 很早以前就有了 為什麼現在大家注意海運 我覺得其實 從一開始疫情那個時候 大家就發現到說 航運股真的都賺翻了 空中的那個 其實因為還一直搭出國觀光 可是海運很多都是貨物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現在為什麼大家看漲海運 你光看上海航運交易所 最新出入了SCFI的指數 居然發現到 他們這一期的運價指數 上漲了12.5點 你講說12.5點 感覺聽起來數字不大 但是週漲幅到了0.7% 重點是它是三連漲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說 那你到底是哪些航運的路線 帶動了你今天這個指數的上漲 結果發現到居然是亞洲到南美 跟亞洲到西非的航線的運價 居然有強勁上揚的 這樣一個狀態 可是對於航運界來講 我跟你講 這個就會跟地緣政治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比如說提到 像剛剛提到這些地點 它其實跟這個所謂的 地緣政治的關係 來自於什麼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跟這個 所謂的戰爭會扯上很大的一個關係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過去我們在看到這個 你要航運到南美洲或幹嘛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要走什麼巴拿馬運河 或者紅海跟黑海 這個比較常聽到 比較常聽到對不對 可是這些地方最近都很動盪 很亂 對 比如說你看 像那個巴拿馬運河 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 造成它水位上面 有很大的這樣一個波動 那你說像紅海 紅海那邊因為有 夜門叛軍的這個問題 怕來怕提 對 它又是打飛彈或幹嘛的 所以那個蘇伊斯運河的 那個交通量 其實很多船也不敢去 為什麼 商人要求財 海道馬上出來 沒有人一直都跟那個魯夫一樣 要找偉大的航道 我要找一條平靜的航道 你知道 所以這個地方航運就不很 那你說黑海 黑海最近誰敢去 那個黑海艦隊在那裡 那個俄烏戰爭 所以導致到變成什麼 你知道 如果你要去這個 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區 你要橫跨的話 現在就是在自立的 這個所謂的庞達阿里納 居然成為一個重要的一個海港 你知道 那你如果要從這個地理位置 上面來看 我簡單從這張圖上面畫 它大概就是處於在 這樣的一個位置裡面 那我如果要切的話 就會從這邊這樣切過去 中間 對 那所以其實以這個航道來講 你看過去我們講航運的時候 如果我要這樣運過來的話 我是不是要走這麼大一天 比較遠 但是我如果可以用中間 切西瓜的方式過來 你看節省多少的這個油費 跟這個所謂的船 沒錯 所以這中間就會變成是 兵家必爭之地你知道 爭到什麼程度 包含美軍的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李察遜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曾經去拜訪這個阿根廷跟智利 還特別到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龐達阿里納這個地方 去聽這個安全簡報 甚至去看這個所謂的麥哲倫海峽 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現在各國不只是商業的這個 連軍方都注意到這樣一個事情 軍方也進來了 對啊 不然他那個美軍的南方司令部的司令 幹嘛跑去看 他一定有其戰略上的意義跟定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回來看 其實這些東西都跟地緣政治有關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今天把它縮小來看 就是美國跟中國之間 兩方的這樣的一個對抗 所以包含到你看像中國之前也有找這個企業 其實老實講中國在過去插足各個這個港口或運河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找我自己下面的這個企業 我不要用國家出面 但是企業你一看就知道他是這個 後面是 有人order 快去快去這樣子 那中國當時那個找了一個企業 要花12.5億 在阿根廷這個地方 要幹嘛你知道 興建港口 蓋港口 對 可是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是被阿根廷的聯邦 讓他們其實給否決掉 我認為他的否決 其實有美國很大的一個關係在裡面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把這個什麼 這些港口 我就講你如果掌握了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掌握麥哲倫海峽 那我今天要進出這些 通通要被你給控制住的時候 被掐住了 那我幹嘛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事實上好 你在阿根廷這個地方 你沒有成功你知道 他居然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在這個位置裡面 我希望能夠擦除 結果你不讓我擦旗 那沒關係 我就跑去秘魯的前開港 前開港位置位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對 在上方一點 我反而在這邊擦旗 而且我投資36億的美金 跟你講說我要建設多功能的港口 那個當時對外界的宣傳是講說 以後巴西要成為巴西 通往太平洋的門戶 現在是這樣講 可是你能夠出去的門戶 是不是代表人家可以進去 這個一進一出 其實在國際上面的時候 大家就會關心的是 出去叫做貨物出去 但進來的如果不只是貨物 如果是軍隊 如果是其他的東西 這就會引發了外界非常高的關注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中國大陸 我剛剛提到說 它插足各國的這個航口 其實它還有一個計畫 你知道嗎 它叫Project 141 141計畫 聽起來很神祕對不對 我告訴你內容一點都不神祕 要很簡單的做法 它其實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達到全球軍事的網路 這裡面包含要5個海外基地 跟10個後勤資源的這個據點 但我們就講實話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明哲的告訴你 講說我要去搞海外基地 跟後勤據點 你一定會想到跟軍隊有關 我跟你講 它這個141計畫 之所以被外界關心的原因就是 它是誰做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 那很敏感 你今天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你告訴我 你要怎麼插足 說實話 你到各個國家裡面 去跟他講說 我要在這裡蓋一個軍事基地 很多人會反對 因為現在美中對抗的 極勢很高 所以如果我今天 就跟每個國家講說 給我駐軍 給我派基地 很難 所以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方式說 那我沒關係 我就改一個方法 從軍轉商 厲害了對不對 我表面上是個商 但我如果後面做軍 你就抓不到了 沒有抓不到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這個密件給流出出來之後 居然發現到 共軍計畫在海外的設施 有包含中東東東南亞 跟非洲東西兩岸 這裡面就會讓大家會發現到 那你中國大陸到底 你實質到做了多少 計畫歸你計畫 有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計畫如果趕不上變化 我跟你講 策定計畫的人 你就倒楣了 就表示你計畫一定有問題 它真的開始插足 你看到2015年的時候 中國上海國際港務集團 聽起來像是一個民間的機構對不對 對啊 它居然跑去哪裡 你知道跑去以色列 以色列有一個海發港 它去那邊就告訴你 講說我們投資我們投資 它居然取得25年的這個經營權 你知道嗎 你知道經營權的概念是這樣 中國大陸其實很擅長的就是說 我們就投資嘛 投資完了之後這個經營權歸我 經營跟管理歸它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就整個港口變成它所掌握的 所以那個時候 一拿下來的時候 開始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可能會把以色列 這個海港海發港變成人家的 你知道美國我認為它出手干預 而且美國干預的方式 其實都很厲害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會講中國大陸 你靠企業下去插足對不對 美國就幹嘛你知道 靠別的國家下去 所以你看2022年7月的時候 印度阿丹尼集團 去跟以色列的這個加朵集團 連合作你知道嗎 他用41億的這個價錢 和台幣大概355億 就拿下了海發港的特許經營權 而且你拿25年 是我告訴你 我特許經營權拿到2054年 而且當時大家都會講說競標對不對 我們其實在競標的時候 都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一定有個底標 我大概競標可能就多個一點點 沒有 我告訴你 當時以色列跟這個印度合作的時候 比其他競爭者多出台幣95億 那就是橫下心來要拿 勢在必得就是這個例子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就可以看得到說 我中國大陸現在看起來 差起的這件事情 他不是已經在計劃 他已經在行動當中了 甚至像阿聯酋這個地方 阿聯的港口曾經出現到 共軍倉庫的圍林 也有他的足跡 我跟你講 其實這就是我剛剛講 以軍轉商的裡面 最好的一個例子 也就是我今天表面上我是商港 可是我為了保護我今天 這個商港的經營 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 保護的力量 這時候軍如果就進來的時候 你可能還沒辦法說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阿聯港口出現 這個共軍倉庫圍離的時候 2021年12月 美方官員就說 是北京希望把這個地方 當作軍事用途 阿聯這邊立刻宣佈說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要軟木 他說要暫停 要停止你在哈里發港 這邊做軍事的建設 但是結果後來發現到說 在雖然你阿聯這邊宣佈 要終止開發 可是一年之後 很有可能 他的這個所謂的當地的設施 都已經連上了 已經完成了 意思是什麼 我表面上阻止你 你不可以 但我私底下還在那裡弄 而且水電街上的意思是什麼 水電街上的意思是可以營業了 他就已經開始具有謀生能力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看起來 很多國家都遇到 中國大陸不斷的插旗的狀況 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包含到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當時為了就是 那個國家其實 早上債務有些問題 那全世界各國 你有欠我都會跟你要錢 對不對 我是一個國家 我不好意思不給你錢這樣 這樣丟臉 所以那時候 為了償還部分債務的時候 居然這時候 中國一個國有公司 就跳出來講說 我跟你說我有錢 你知道嗎 我請求你 但重點是你的港口 有一個漢班拖塔港 他說我借你錢 但是你要給我99年的 港口商業活動特許權 99年 結果你知道為了這件事情 美國也生氣了 美國說你今天為了缺錢 你今天跟借錢 然後把港口特許權給他 不然這樣好了 我現在也貸款給你 也給他錢 你會覺得好像斯里蘭卡 這些都賺到對不對 其實沒有 他其實真正象徵的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角力 為什麼 你可以回來看這個 這個要最早從一帶一路開始講起 2010年到2019年的時候 當時習近平不是為了做 這個所謂一帶一路的倡議 提出了一個叫做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當時最重要 就是我要投資交通基礎建設 但問題就來了 你當時要進去的很多國家 其實都很窮 所以他們那時候都做出了一種方式 就是說你沒有錢我借你錢 你沒有工人我借你工人 你不會蓋我幫你蓋 可是換到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你的特許經營權要歸我 那年限一拉長完了之後 雖然蓋完了 你表面上這個國家擁有這個港口 可是實質上經營不是你 所有權不是你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來其實一開始 所以說這二十幾個這個地方 現在看起來從2023年底的時候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就分析說 如果就已經公開了資料 中國已經投資了全球101座的港口 而且最重要是我剛剛講 他以軍轉商對不對 商拿到之後要幹嘛 轉回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外交關係協會的報告說 多數已經具備有 軍事港口的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你今天就回來看 就是說什麼叫做具備軍事港口的能力 很簡單 中國大陸現在不是一直在 照大船做大艦嗎 那我今天如果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時候 船不會自己再生啊 你的物資你的什麼都 運輔都需要對不對 我如果在全球有101個港口 是我投資的 他的全球101個軍港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真正感受的是 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實質的擴張 好 繼續來看到的是 香港的房市持續的低迷 現在傳出了 港星劉嘉玲 突然間他拋售了一棟 3億多台幣的海景豪宅 奇怪咯 早年拼命在買房的劉嘉玲 難道他也秀出了香港房市的端倪了嗎 其實這就是李嘉誠的效應 為什麼呢 李嘉誠之前的建案是七折甩賣 劉嘉玲就把他旗下的一個 位於我們所說的這個香港的豪宅 這香港豪宅居然蠻有名 叫深灣九號 他賣多少錢呢 其實他本來是要賣9000萬港幣的 但最後沒有人出價 乾脆怎樣 打折啊 李嘉誠能打折 我為什麼不能打折 他就打了將近八折 所以最後以七千 380萬港幣 就把他賣掉了 其實這個價格 對劉嘉玲來講 雖然打了七折 好像有點流血 我跟觀眾朋友 他一直大賺 他賺什麼 因為他早年買的早 你看那個鐘 有沒有我們講的深灣九號 那個風景多漂亮 因為他們香港豪宅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在半山腰的 那買得早 他2011年就買了 所以距今13、14年 劉嘉玲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他說我投資 我有錢我就投資房地產 而我投資房地產的不二法門 就是逢低買進之後 然後遇到一個區間 有一個波段漲幅 我就賣 那他這次放到2024年 他其實看得出來 就是說房地產目前是有回落的 可是他認為有賺 我就先跑 好 他不只賣這棟 他還一口氣賣三棟 三棟總共讓他獲利 三千多萬港幣 難怪有錢可以穿 義大利名師的龍蝦裝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劉嘉玲的豪宅好不好 大家應該很有興趣吧 有 我想看 你知道其實劉嘉玲 有一個豪宅 但這豪宅 不是在大人的 是招待人的 招待你來吃喝 叫做招待所 沒怨 來 畫面就這個 你看劉嘉玲 當時公布的這個招待所 剛好是聖誕節期間 你有沒有發現 他還會應景 把他們的招待所 弄得這樣紅紅綠綠的 而且你看他招待所的設計裝潢 大概是屬於拆取中西合併 而且又不違和 反而對撞出一種中西的融合 那他在裡頭就像女王般 坐在那個椅子上 這是哪兒 這應該是用餐的地方 加分提想像一下 他招待了很多的中港的名人 藝人在那邊用餐 然後他就像女王一樣坐在那 你知道這個招待所叫沒怨了 多少錢 多少錢 一億港幣 一億港幣 擺不住 然後招待人 招待人就一億港幣 但貧富不均的情況下 我們來看看香港的股市 最近很慘淡 根據香港交易所的公布 港股今年第一季的交易量 竟然跌落千億港元大關 只有994億港元 年減22% 代表沒有人想買股票 沒有人想買中國股票 沒有人想買香港股票 那也沒什麼人願意去香港IPO了 那如果有去IPO的 如果又還是中資的 那就是兩個字慘淡 你看像出門問問 是中國做這個深層式AI的 還有茶百道 天津建設 他們這兩三天都去香港IPO 也都上市 就一上市沒有蜜月期 糟糕 直接往下衝 都是掉幾層 都是在掉30%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現在 不管是中國還是香港 香港尤其會更慘 因為香港交易量 又比中國小很多 那不就是既沒價又沒量 所以很多人說 香港現在哪是什麼金融中心 現在叫金融中心余子 廢墟 好 那香港如果其實股市先行 股市方式不行的話 你看香港經濟當然也不行 香港破產申請的人數3月 光個人破產 就半年來新高 月增21% 那至於被法院宣告 要強制破產的公司 月增30% 而專家竟然還給他雪上加霜說 沒有 這個數字 還不是最慘 只是才開始而已 還在小差一疊 他說未來還會持續攀升 香港失業率最近上升3% 3%就1萬人丟飯碗 好慘喔 那結果這時候就有一個人出來 就更唱衰了 這個人叫什麼 叫羅奇 耶魯大學的教授羅奇 其實是有來頭的 你知道羅奇以前是大摩 就是摩根斯坦利 香港區的主席 他一直都說鼓勵大家 去中國投資 因為他看好中國 但最近他突然風向轉了 他突然認錯 他看到什麼了 他發文都發懺悔文 說我錯了 我不應該鼓勵大家去中國投資 他認為中國現在經濟已經開始下行了 結果前陣子 他2月的時候還發了一個文 叫說香港已經玩完 已經Over了 對 在知名的金融時報上面發 香港人當然就很抗議 對不對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中研是很逆耳的 就算是你也不能說出來 結果羅奇發生個小故事 就大概3月的時候 當時在中國的釣魚台 有舉辦一個叫中國發展高峰論壇 那就叫羅奇去 因為羅奇以前就是跟中國很友好的 就去的時候 他就突然跟這個論壇的舉辦單位講 他說我等一下演講 想要去講一下香港的經濟很不好 然後要呼籲大家要提防 結果那舉辦單位就講 你可以不要講這麼精銳的話題嗎 就強力制止他不准講 那不能講怎麼辦 嘴巴不能講 他就用寫的 所以他就寫了一篇經濟改革的建議 那有很多都是跟香港有關的 然後就呈上去 據說他裡面的這個 寫的這些內容 都在打槍習近... 那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策 都在打槍啊 對 都在打槍 說什麼你大傻逼啦 說什麼你就是強力用錢介入啊 他都認為這樣子不行 那結果呢 北京全面封殺 香港政府抗議 現在連糧食都出現危機了 甚至還要換句話說 去玩文字遊戲 不要讓民眾發現啊 換句話說 你今天如果沒有錢 你第一個是勒緊哪個預算 當然是吃的啊 民生啊 民以食為天嘛 好 那我們就來看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他四月的時候有去考察 結果呢 官媒人民日報就發了一個 習近平所說的一個觀點 什麼觀點我們來看一下 樹立大實務官 這大實務官 有 很多人就說這句話 他們有點聽不太懂 什麼意思 什麼叫樹立大實務官 其實呢 官方的解讀大概就是說 這大實務官指的是要做好 好 糧食的存量 糧食的控管 糧食的管理等等 好 那人家一聽 如果是這個意思 那主席是不是在暗示大家 中國的糧食不夠啊 對啊 中國可能會出現糧食危機啊 不過就在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剛好就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就做了另外一種解讀 我們來看發生什麼事 河北有一個糧倉 現在有近萬噸的玉米不翼而飛 近萬噸的玉米 幾萬噸要怎麼偷啊 官方朋友 怎麼班啊 怎麼班 可以讓在這個糧倉管理者的 眼皮子底下都沒有人知道 對啊 其實有人覺得 這一定是有官商勾結 一定有貪污跟貪腐在裡頭 所以有人就說 主席說的樹立大實務官 指的是你們這些大官 在管食物的時候啊 要好好管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公然的 他們都不見了 對啊 明紙明膏就這樣子被搜刮一空了 好 講到明紙明膏 我們就想到餐飲業 在中國第一季的餐飲業 倒了46萬間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數據 46單位是萬 對 你要知道啊 去年才倒18萬間 今年怎麼倒46萬間 來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你知道現在我剛才說 大家如果你股票不行 你房地產不行 你什麼都不行 工作也失業率高 沒錢自然就不吃 或省著吃 餐廳已經就倒 吃便宜一點 第二個還有原因是 之前餐飲業的中國啊 真的是功過於求 小紅書最近很流行一段影片 我最近一直被推播啊 叫窮鬼套餐 窮鬼套餐 窮鬼套餐這個詞 有人乍聽聽不懂 它本來是在中國的素食業者 像是麥當勞或肯德基 他們如果推出一個很便宜的套餐 他們就直接給他一個梗 叫做窮鬼套餐 但現在呢 他們就把這個梗給偷走了 說我們去吃什麼 吃白飯吃到飽 大概是多少 我告訴你 他們所謂吃到飽 要能夠符合窮鬼套餐的 大概就是不能超過台幣十幾塊 十幾塊 就是三塊四塊人民幣的意思 他們就在畫面當中就開始公布啊 就是在那些小紅書社群平台啊 就拍他們自己的所見所聞 然後呢 我怎麼樣花三塊人民幣 可以吃白飯吃到飽 我怎麼樣花 不過我說真的 你三塊人民幣稀飯白飯 我覺得可能或飲料 可能還行 但如果是咖啡呢 那有人就說沒關係 9.9塊喝咖啡喝到飽 好 我們來看 在畫面當中 這一些每一個都會被列為窮鬼套餐 有沒有 他說來五折星巴克狂買 包括連海底撈都能夠吃到窮鬼八件套 怎麼可能海底撈這麼貴 你也能夠窮鬼八件套 他說我就是拿下 原來他全部都拿調味料 就不要點菜就 這都是調味料 吃蔥 薑 蒜 吃到飽 他拿調味料 還要拿一堆小菜 美式賣場不是很大嗎 但我就是窮鬼 我進來只拿七樣 這七樣就符合了窮鬼套餐 哪七樣 你看他說最牛的窮鬼套餐出現了 三母窮鬼套餐 怎麼樣兩百塊可以拿八件 拜託好 肯德基 漢堡王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必勝客 但下面你看看有這麼多 連7-11都有放進來 來我這邊講一個小故事 就有人就講 他說你知道我怎麼樣 可以窮鬼一天嗎 怎麼過 就我早上先去喝了洗飯 把它喝到飽 飽 再花十幾塊 然後喝到中午之後 來就去吃飯吃到飽 他這樣一天算一下花一下 真的是不到五六十塊人民幣耶 不過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才說的 性價比是年輕人所追求的 但是商家追求的是什麼 追求的是我的人氣 所以我就以剛剛海底撈為例 你知道海底撈它是24小時營業 你知道現在出現個歪風 怪象 那些位置睡滿了人 而且他們在門口還看到很多的行李箱 而且那些睡覺的人 甚至店家還會主動給他蓋上毯子 到底怎麼回事 來 細說從頭 原來就是我剛才說了 海底撈因為為了要拉近 它與民眾的距離 你來這怎麼搞 我也都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他們很多人 就去海底撈吃 吃完了就直接睡在那 睡在那著涼了 店家還會幫你蓋毯子 也可以看出現在中國跟香港 如果一旦經濟未如預期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自己照自己的計畫走 省一點過日子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失誤網 真相不漏網 演藝界 演藝界 演藝界